哈喽,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课程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总体比例 他们的一个假设检验和这个自信区间的一个差别 是由于这个总体比例的一个假设检验呢 它计算这个标准差呢,是基于这个0假设的一个设定值 而我们的自信区间计算它的一个标准差呢 是基于这个样本的比例 所以呢,导致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呢,就我的答案呢 可能会有些情况呢,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比较建议去相信我们的假设检验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的自信区间用这个样本比例取过去我们的一个标准差的话 其实它得到一个结果是一个更加保守的一个结果 还有就是我们的两个独立总体的一个比例之差的一个检验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假设检验的时候 检验两个总体的比例呢,是否相等 也就是说它们差是否等于0 所以呢,相应的我们就可以求出两个总体的一个比例之差的一个知性区间 如果它这个知性区间呢,是包含这个0的话 我们就不拒绝这个0假设 如果不怕0的话,就拒绝0假设 其实这个呢,它们的一个,它们两个呢,的一个统计量之间 就最后得到的结果也是有点差别的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两个总体的一个总体比例呢 如果是做假设检验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变差呢 是用这个困和样本比例,这个求出来的 出于这个,N1加N2 那么如果是这个,做这个 哦,知性区间它的一个,呃,表叉呢 是这个P1 hat,那这个Q1 hat,出于N1加上这个,那P2 hat P,呃,Q2 hat,再出于N2 它们两个表叉呢,之间也是确实有点差别的 所以呢,它们两个呢,计算出来的结果也可能像单个总体的那样子有一点差别 那么其他情况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我们再讲这个知性区间的时候 我们要讲到这个两个配对样本的一个君子之差的一个知性区间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配对样本的一个知性区间是怎么求的 我们用这个D呢,去表示这个配对数据的一个差值 然后MuD呢,是一个差值的一个总体君子 D hat呢,啊,D,D一横呢 D hat呢,是这个样本的一个差值的一个 啊,君子,然后我们的一个SD呢,是一个样本的一个 表叉X,N呢,是这个配对数据的一个 啊,对数 然后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统计量呢,我们知道这个 T呢,我们假设解,啊,解,啊,解验统计量里面呢,是用这个T 是等于这个,D8减去这个MuD 再注意这个SD,注意这个根号N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服从这个 啊,T分布的,然后 然后,根据普通的一个假设检验的一个求解,啊,知性区间的一个求解办法 啊,这个小于这个零件值的话,它概率就是等于一减拉法 要把这个画点就是这个,啊,表叉X乘过来 然后再去这个绝对值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知性区间 所以我们配对样的知性区间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一个 假设检验的一个,啊,不拒绝域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温度X这个例子 顺利呢,我们上次是做了一个假设检验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求它的一个知性区间 那么我们的,啊,目瞎界线呢,其实就等于我们的一个 零件值成像它的一个标准X 零件值呢,这个第二分之α,然后n-1呢,求出来呢 是等于这个2.776 然后它的一个标准X呢,我们是用这个FD呢 去除以这个根号n 其实是等于这个2.776 去乘上这个3.2再除以这个 根号5 就等于这个大概是4.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的一个,嗯,嗯,嗯,量本的均值呢 是这个-1.0 所以这个正负这个4.0呢,它我们就求出它的一个知性区间呢 是这个-5.0到这个3.0 很明显呢,它是包含这个0的 所以呢,还记得上一周这个大题的一个,啊,最后结果吗 我们是没有拒绝到我们的0假设 然后现在呢,它也是从这个-5.0到这个3.0这个知性区间呢 也包含这个0的范围 所以它们两个的一个差值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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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可以不拒绝这个0假设的 所以它们两个答案,嗯,成果是一致的 嗯,嗯,看来,嗯,这个,嗯,嗯,嗯 这是两个总体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用这个 我们在这个作业的时候有做过 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假设检验的例题中呢 有提过 特别可以回去对比一下作业的答案 还有这个课件上的一个假设检验答案 看他们是否一样 是否一样同样的是拒绝了临假设 还是没有拒绝临假设 我点不太记住这个 好像是拒绝了临假设去证明了 他这个比他的高 所以这时候呢 他们虽然计算方法上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他们两个结论是一样的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他们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只有小部分就是 比较插边 比较卡在一些边边上的一些情况呢 他们是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检验能力 这个概念 大家还记得这个什么叫做第一类错误 什么叫做第二类错误吗 第一类错误是说这个 在这个临假设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拒绝了临假设 那么第二类错误呢 就是说这个临假设不正确的情况下呢 我们却没有拒绝临假设 第二类错误的一个 啊 犯错概率是 我用这个β来记得 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 假设检验的检验能力呢 就是1-β 它就代表了这个 当这个临假设是假的情况下 我们拒绝临假设的一个概率 如果H0是假的 我们可以拒绝它的一个概率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检验 因为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本质上做这个假设检验 就是为了去拒绝我们的临假设 然后 呃 所以我们的检验能力就是判断一下 这个假设检验到底能不能 啊 真的在它假的情况下 这个H0假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证据可以去推翻这个临假设的一个概率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假设检验的一个 呃 检验能力了 但是其实这检验能力计算起来是 呃 比较复杂的 因为首先呢 我们要计算它的一个检验能力呢 需要知道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呃 情况 真实的一个分布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啊 某个 某个 呃 啊 某个总体 总体比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分布情况 是讲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 啊 分布比例 P 或者等于这个 0.4吧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解决的假设检验呢 是这个 P 等于0.3 很明显如果它真实是0.4的话 呃 不许一是这个P 不等于0.3 真实是0.4的话 这个假设 呃 这个0假设是假的 要我们拒绝它的一个概率呢 是怎么求呢 如果是 啊 P 等于0.4的话 我们去 呃 计算这个 这个假设检验下的一个拒绝域 基于这个0.3 具体计算 其实就相当于呢 有一个新的 如果这是0.3 这是一个假的一个 基于0假设情况下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么我们要拒绝这个0假设呢 它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概率 如果它落在这边 或者落在 我们不同的颜色 换一下 就是基于0假设下的一个分布情况 就是0.3 如果它是落在 我们的拒绝 呃 我们的 呃 检验同性量是落在这里 或者 落在这里呢 这值之外呢 我们就拒绝我们的0假设是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 这基于我们的 正确的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 如果正确的情况下 落在这边呢 落在这边的概率呢 应该是算这部分的一个面积 然后再加上这部分的一个面积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们只要计算这个大坏的面积就好 因为这里 这一小部分呢 一定的面积是 啊 非常小小 大家可以忽略不及 然后忽略不及的话 我们就省时间啊 不用计算了 啊 当然你也可以计算 就是啊 可以计算一下 这是 因为这才是这个条黑色的 才是我们的真实情况 然后我们利用 我们基于这个 凌甲色情况 算出来的拒绝域呢 在这个真实情况下 这个拒绝域啊 发生的概率 这个面积大小 就是我们的一个检验的 一件β 因为这就是 因为真实的这样子 它只有落在这些部分呢 蓝色这些部分呢 它才会去拒绝我们的凌甲色 所以呢 这蓝色部分的面积 加起来就是我们的一件β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某个假设解映的一个0假设 然后被子假设 要显著性水平 样本容量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它要检验这个p等于0.5 被子假设呢 是p不等于0.5 α是等于0.5 n是等于100的 然后它的样本比例呢 是p等于0.57 首先呢 我们要找一个 跟这个被子假 呃 0假设不一样的一个 值 跟这个啊 p不一样的一个值 比如说 可能正式值是0.3 或者0.4 或者0.5 啊 不是0.5 0.6啊 0.7等等 在如果这个真实值是0.3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拒绝这个 呃 0假设的一个 概率是多大呢 其实我们先啊 可以先根据这个啊 假设解映的据计算它的一个拒绝率 因为它的一个啊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它的一个解映统计量的值呢 是等于是等于这个啊 1.4的你们可以回去验算一下 然后啊 因为灵界值呢 灵界值是正负1.69的 所以其实它的拒绝率呢 是这个负无穷 到这个负1.96 然后是这个正负无穷到啊 这个1.96到这个正负无穷 那么我们再计算一下 这个如果是啊 我们的真实的一个P呢 是0.3的情况下 这个区间啊 这个区间的一个相应的概率面积是多大 加上这个区间的相应的一个概率面积是多大 就可以计算出来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啊 Power of test 就是我们的假设解映的一个拒绝它的一个概率 这是利用一些啊 软件计算出来的 如果P这啊 真实的P等于0.4的情况下 这个这两个区间在这个P等于0.4的一个分布 0.4的分布 可能1年负1.96在这边啊 这个1.96在这边 两个面积加起来是多少 是等于这个0.516 计算方法大概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利用这个软件去计算出来的 当然呢 其实这里的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检验能力呢 主要是告诉大家啊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具体的计算的方法呢 大家啊 如果理解到 砖目到了 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理解到呢 也不啊 不需要这个古老 因为你只需要 知道这个一个概念 这个检验能力是指这个 在0.4假的 假的情况下 我们拒绝0.4的一个概率 因为在这个真实之不同的情况下 它拒绝这个0.4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看到啊 0.3和0.7呢 这个距离这个啊 0.5比较远的话 它的一个啊 假设检验检验的一个能力呢 这个power呢 是比较大的 都是有这个0.978这么大 但是相对的 如果这个真实值呢 啊 跟这个0.5啊 离得比较近的话 像这个0.4或者0.6 就差了这个0.1的话 它们的一个power就就减少为这个啊 百分之五十一点六了 如果再近一点 如果这个真实值是5.5的话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啊 假设检验这个 啊 能 能检验出 能拒绝它的一个概率就更小了 因为这个啊 被这假 这个真实情况和这个0假设呢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就很难去拒绝它 所以呢 为了提高我们的一个啊 假设检验这个检验能力呢 我们就要降低我们第二类错误的一个概率 比如说就是要 怎么去建立这个beta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大一个啊 alpha就是我们的这个 第一把这个alpha值增大 或者是增大我们的样本值 或者是啊 降低我们的之间啊 这个 就一个是提高这个alpha 因为提高alpha的话 第一类错误上升了 n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的样本容量不变 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的第一类错误alpha上升了 我们的beta就会下降 这是提高的假设检验能力的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提高我们的样本容量 因为样本容量大了 我们这个啊 它的一个标准差就会小 就小的话就会啊 它一个变异的情况就更少 更小 所以呢 就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检验能力 提高我们检验能力的方法呢 就是这样 总要不就提高 而增大我们的样本容量 要不就提高我们的显著性水平 哦 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这个alpha 我们叫做显著性水平 呃 那么相应的在这个 知性区间里面有个知性水平 这个知性水平呢 其实 是我们的 呃 1-alpha 大家注意区分一下 它们两个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alpha同时又叫做这个知性因子 呃 所以它们的一个呃 名字呢 这个alpha跟这个1-alpha呢 是比较容易搞混的 呃 但是一般情况下 从这个大小就可以区分 出来 它们讲的是什么 所以大家 呃 注意区分一下 就 当年我在学校 呃 学习某个门课的时候 有个位老师呢 在出这个考试卷的时候 把这个alpha 这个1-alpha搞错了 然后结果他的 想要答案跟 我们做出来答案呢 就就有一点差别了 就主要在与这个alpha 跟这个1-alpha之间的一个差别 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叫做 显著性水平 一个叫做知性水平 显著性水平是alpha 知性水平是1-alpha 那么啊 关于这个 嗯 现在就上周的一个 知性区间的一些 小尾巴的 显环的 这个知性区间 跟 这个假设检验的一个 关系 它们的一个等价性呢 也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 检验能力的这个概念 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 下一节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 这个非参数 呃 这个检验的一些 相关的概念 还有它的一个做法 是个思路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一节呢 就先到这里休息